11月6日星期三 九哥晚报 为什么今天港股会比常证更强呢? 今天看到的东西稍后跟大家说 首先我说回11月有今年最后的两班投资班 除了价值投资班还有期指期权特训班 有兴趣可以在视频简介里连结或点赞KRQ看资料 也可以到我的网页底部 这里可以留下大家的网页留言 可以留下电话号码 甚至微信也可以跟我再详细讨论 先看看今天的新闻 前美国财长Larry Summers 表示快将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 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必杀 他认为环球经济在去年开始放慢 刚刚是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他并且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经济会随着 因为人口老化进入了放慢的阶段 他担心中国并不能像过往那样提供 经济动力去支持世界的经济 其实薩默斯是民主党人 所以他也会说一些比较不支持总统的意见 也是正常的 另外前英国首相贝里亚 Tony Blair 表示 美国要决定希望到底是美国优先 即是美国第一 还是只看美国的做法 更加符合国情 他并且认为美国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待盟友 比如英国、台湾、欧洲、国家等的商户关系 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对贸易或地域政治问题的处理 对美国优先的态度 令到原先盟友的关系都受到伤害 他认为这应该是美国认真思考的方向 然后先看看图表 先说今天头条如何港股比上证强 首先让大家看看上证 今天大概在这里开始 其实就是升了几天后 今天开始在小时10ma以上 结果一个小时后就跌穿了 接着就弱势了 基本上今天是全天都是这样跌的 收市跌了接近0.5%0.43% 算是年升三天之后的调整 在日线图上仍然留在重要的 10天、20天、50天的295、60平均线 10天以上其实都是在上升后的正常调整 今天期指... 我给大家看看期指图 我们用小时图去看 期指今天开始的时候 半小时已经见底 变成今天的低位 吃午后到最高位近278 其实跟上证的走势 刚才看到的一直下跌 就背道而迟 这个其实是连续第五天 早市开市时是最低位之后 就一直上升 大家看看 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接着第五天 全部都是开市 到最初的时间已经见底了 接着就上升 不用多了 升两、三百点 两百点也应该有办法找到 这是由上星期四 星期四凌晨 星期四开始 联储局开户决定减息之后 而在当天我们收市高过 在星期四、三十一日 高过20周平均线270之后 连续不断的买入行动 买了很多人大家习惯了 其实今天也发生了一件事 连尾电也跌穿了7、8、3 其实昨晚晚上也跌穿过 今天早上回来下午就跌穿了 这个强势其实有点像上两次 我们看看上两次的强势 一直到7、8、2 甚至乎有一次跌穿了7.8 这是7月初 还有另外一个是9月中的情况 我给大家看看当时的期指是怎样的 7月初高位 另外就是9月中又是高位 即是说这次现在这样上 很多人说又有钱进来 有钱换 有人换港币 然后买港股 我怀疑早上也是会不会是北水利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着美电 如果是如何再冲下去 即是说港币强的时候 什么时候有一个转向呢 对我们来说去判断一个可能的 港股短期 甚至中期见顶都会有帮助 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 另外就是说我在期指和标期的比率上 今天都是27530左右 现在大概高水200点 证明我的计算期指都会继续强势 因为10天平均线多远 在27000里4小时的10ma 今天早上曾经短暂跌穿了 再收回上去的时候 现在你继续用10ma 做一个短线交易的支持位 继续向上 暂时来说20周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20周大概是275这个情况 50周对不起 就是牛熊分界线50周 暂时会是短线的支持来 看看会不会再继续向上 这次刚才刚才说 会不会美电见底 就会在这里转身 电了也要继续留意 我想每天我会跟大家跟进 变成大家多一个指标 去看港股什么时候见底 有机会见顶 多一个去参考 美元指数 说回其他 就是说回其他的 美元指数 昨天今天回了一点 但也去到9780 另外10年债息也稍微回落了一点 但也相对在最近我们看到的高位 有朋友问有个网友问 昨天黄金期货昨天在一天之间 从保力加通道顶这个日线图 近1510 那里一跌跌到保底 在几乎80那里跌了几乎30元 其实你可以说明显在险的时候 贵金属怎么可以去到这么贵呢 而且美元又升了 所以这两天也有点不安 对贵金属的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不跌的时候 贵金属也会危险 昨天就一泡就扔下来 现在去看这个1480 我们用周报时也有提过 1480这个位置20周 现在大概是1483 我们日线图的保底就是1478 我们当中间价值1480左右 这20周的水平也挺重的 为什么呢? 上一次我们在2016年 因为过不了的 有一个四五年的阻力位 结果就回落了 然后见到很低 见到一千多元 大家可以看到跌这么多 现在我们在20周的时候 相当关键了 就是说如果跌穿了 会不会重复这个走势 大家马上会 无论基金经理或者交流都会小心 虽然经过昨天这样 一天跌了30元之后 你看到小市图非常超卖 现在有点反弹 但是我们仍然回到周线图 这个位置1480 是要非常小心的 如果我们再安全一些 就是用周收 但是周收可能像这些 一个星期跌了 那里好像是七八十元 就能顶不顶得住 这个自己要小心留意 当然也有人觉得 1480的时候买 顶上去又可以 你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客观环境 就是说中国抛了出来 就是说你减不减关税 12月那个要拿走3600亿 怎样都要拿走一些 我相信其实那个折冲方法 应该是美国怎样都要 应该回应一点 没理由一点都不做 不然的话大家怎样签下去呢 变成因为这样的时候 这些在险 避险的 这个1480亿相对 到底有人偷鸡渣 然后10元止蚀呢 还是在那里就趁高减绑 似乎我这两天听到 不少人都说 大家都是趁高减绑 太重绑的时候就减少少货 因为为什么下跌的好像似乎大 因为这两天我都说了 似乎整个股市在险的趋势都相当明显 除非贸易的选择地方 和减关税的未能得到双方同意 这就会变成现在市场上 看上股票的风险 或者回到简单说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利率不下跌的时候 譬如在债息那里看 1.850年 如果不下跌的时候 股票可能会继续一些间接 变成是否在险的情况 就会变成越来越多 投资者会暂时离开贵金属 在险的市况就得到确定 最后可以给大家看 那个金银叉我们比较喜欢看的 就是它拒绝再向下 今天又突破了这么高 而令到白银走势都相当欲酸 变成这个走势令到贵金属向下 这会是更加多贵金属的交易 会比较倾向的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仍然还没跌穿 这些日线图的保底 仍然两边都可以走 不过现在就要看看美国到底是如何决定 减不减关税 减了的时候就变成是好消息 可能白银黄金会有下一轮的抛售也不定 大家小心看一看 好了,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大家简短发问 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